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飞和天娜 现在在新社寺楼 是啊 静点 因为现在装修得差不多 应该今个月未可以搬进来 我自己有个办公室 也有个小小的录音室 现在录音室未做 但是办公室开了 我不知道回音怎样 因为这里全部都是玻璃窗 我对着当然就是一条马路 因为玻璃的声音就会反弹 造成回音 那究竟好不好一点 真的不知道 不过这个困难始终都会克服的 慢慢来 那当然来到这里 我们香港今天最主要的话题 就是李家超 李家超能不能够访问美国 因为APEC在美国开会 那到今时今日 美国本身说邀请你 到最后因为议员的问候 接着暂缓 就是说我们未决定 当然中国和李家超很急 他很急的意思就是说 喂 我是APEC的会员 你是有义务有责任 邀请我出席这一个会议 但是你是被制裁的人士 制裁就是说你不能够坐美国的交通工具 就是飞机 为什么呢 因为只要的用具 甚至所有的东西 只要超过25% 是美国的技术 比如以波音的话 你这架飞机你都不能够坐 他之前被制裁的叫林郑 而我们过往最令到香港人不满的 不单止有他 还有的就是林郑月娥 梁振英 这些他们一上任第一时间就去五眼联盟去访问 就是新西兰 澳洲 加拿大 英国 美国 以示我们香港重视国际的地位 林郑月娥都是 一上来第一时间就去英国 跟着澳洲不停地出房 直到她被制裁 而李家超上任年纪 他能够去的地方就是泰国 跟着就是阿联游 沙特阿拉伯 除此之外就融入中国的发展大计 日日大湾区 广州 佛山 韶关 深圳 最多就是北京上海 那你就看到李家超现在的国际地位是如何 而更重要的 当李家超很多的国际会议 因为受到美国制裁 你不能够参加的话 即是变相这样令到中国的国 不是 中国香港的国际地位降级 即是你明知你来不了了 那就不要邀请你了 那就是香港和国际脱轨了 是不是 你是香港最高领导人 那当然了 你们全部都因为习主席 习主席求仁得仁 当日我们经常都怀疑 为什么要用李家超做特首 他被美国制裁 如果制裁的特首 很多的会议已经不能够参加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你怎么能够用它 结果当然了 我们习主席没有问题 去不了五眼的 那怎么办呢 就是来一带一路的国家 阿爷招住 一带一路的国家 好像泰国这些 我们能够支持的 再不是 你都融入大湾区发展了 去来干什么呢 当然在这里 还有的叶楼属士 背插一刀 你虽然被制裁 但是应该跟 美国的国务院布林肯 诈刑 用特斯德班 让你去嘛 哇 真是贴到爆 喂 你即是在这里 捅李家超一刀 提醒别人 就是他被制裁 他去不了而已 叶楼是不是真的 还想三年半后 选特首呢 但是我相信 李家超很急 因为这个预示 就是他的国际地位和定位 这一幕 是难看的 那当然 现在 有没有转弯的余地 会不会到时候 真是被通行政理去 究竟习主席 又能够出到 几分的力量 拭目以待 但是现在 已经排面 出了来 李家超 代表的香港 在国际会议 不会有云谈 也等于 令到这个国际金融城市 降格 节目做到这里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希望大家 like 追踪 share 订阅 課金 看广告 可以加入 美元和patre 大肥安天娜 需要大家的支持 也都希望大家 请大肥一杯咖啡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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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